两个总统是哥们,两人相约成儿女亲家,三年后总统签金说,离婚。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国家王室或者总统的儿女成婚,必然吸足世人眼球,比如英国王子赵王妃,智奔公主赵驸马等,都让世人关注。 另外,古代也会通过和亲的方式,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但近现代以来,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纷争,除了欧洲王室外,很少有通婚现象,但在中亚地区,却有两个国家的元首曾经是亲家。 这两个国家总统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这两人都曾是苏联时期老同事,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关系很好,可以说是共过世的哥们。 1998年,吉尔吉斯坦前总统的儿子娶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小女儿阿利亚纳扎尔巴耶阿,当时这桩跨国婚姻,而且还都是光二代婚姻,一下成为世人羡慕的姻缘。 但好景不长,2001年,阿卡耶夫的儿子,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离婚,一时间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都不理解,这样令世人羡慕的婚姻,怎么说离就离呢? 对于两国总统儿女离婚的事,说啥的都有,有人说,纳扎尔巴耶夫想让女婿爱达尔,到哈萨克斯坦生活,但作为吉尔吉斯坦的太子,爱达尔在吉尔吉斯坦也有官职,而且凭借老爸接班没问题,凭什么去哈萨克斯坦呢? 还有人说纳扎尔巴耶夫的小女儿吸毒,让爱达尔无法忠忍,于是两人就离婚了。 纳扎尔巴耶夫与阿卡耶夫的孩子离婚后,2005年,吉尔吉斯坦发生颜色革命,阿卡耶夫在民众和部署巴基耶夫的反对下,辞去总统职务,跑到俄罗斯避难了, 于是有人又对两人的子女离婚有了新猜测,不过装婚姻已经过去了16年,对于为何离婚,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外界都只是传言,但从后来阿卡耶夫的结局看,或许离婚有其他因素。 其一,纳扎尔巴耶夫对吉尔吉斯坦的国内动向早有消息,纳扎巴耶夫是一个执政二十多年总统的,治理国家经验丰富,而且很聪明。 他与阿卡耶夫的关系很好,对于邻国事物也了解,当颜色革命有动向时,哈萨克斯坦早就做过防范,但阿卡耶夫却并没在意,或许纳扎尔巴耶夫得到消息后,提前为女儿找好后路,也有这种可能。 其二,阿卡耶夫或许也有顾虑,虽然阿卡耶夫与拉扎尔巴耶夫关系很铁,但在铁也不是兄弟,都有自身利益,从哈萨克斯坦的实力看,在中亚称得上老大,而吉尔吉斯斯坦就小多了,所以阿卡耶夫也怕将来受到威胁,不如以而吉父吸毒提前结束婚姻。 其三,吉尔吉斯坦发生内乱时,纳扎尔巴耶夫并没有出手相帮,当然纳扎尔巴耶夫也不会帮,从当时情况看,为了国家利益,帮了就会使两国关系恶化,况且某大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路驻军,并不希望阿卡耶夫接着干家,纳扎尔巴耶夫比谁都看得明白。 更多精彩,历史探秘,请关注尼腿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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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